! 嗨!我是Colpa 為您帶來的是NXtreet首位的月底限定球員 拿破崙 我給的這個標題是這樣 如果打檔跟德國皇帝一樣 其實簡單講就是 他的最強威力的射門 是需要有賈太昂跟皮埃爾 可是他不像施奈德那麼好 他有泰克伯朗這個月中限定 然後有這個卡爾茲還可以加成 這個施奈德本身 而且卡爾茲本身的能力也很好 那就這個拿破人來講 他的搭檔皮埃爾跟賈太郎目前好像沒有超級強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74436的戰力 海外隊伍技20% 然後這個被動是全力足球的時候可以加20%的能力 這個蠻高的 然後自帶的三個S技能是射門485 這是全新 他個人不需要跟皮埃爾合體 也不需要跟賈太郎合體 然後是盤球也是全新的445的威力 然後高空是415的威力 那我們看看他的半 三名以上的隸屬性球員就有加4.5%很高 然後他有三個克星 DF克星加5% 接球克星加10% 以及體力克星他可以增加敵方耗體10% 對決的時候才有效 然後最後一項是盤球距離變為3倍 基本上這個前能5項呢 蠻有用的 不管是後衛克星還是接球克星 甚至體力克星都很好用 盤球距離就看你有沒有辦法盤過這個後衛群 因為目前的後衛群 大概他能夠直接盤過的就是技術性的卡爾茲 其他我覺得不是保證就是了 我推薦的技能組合是這個樣子 鏟球 然後三角短傳 以及傳球 這個在商店可以用20個夢球去換到 然後最後一項是低空射門 因為這也配了高空射門 不過我個人比較推薦的是 五項的話就是你不做超越極限的話是 射門 盤球 鏟球 三角短傳跟傳球 就不帶這兩個高空或低空射門 1 2 3 4 5 是這樣 那我推薦的點數 突破點數是這個樣子 射門跟力量全滿 盤球跟傳球21 然後速度跟技巧是4 我給的抽卡建議會是 建議擁有 主要還是因為他的數值呈現出來不錯 然後遊戲也給了他 這個單人的射門 也就是如果你沒有跟皮埃爾一起上場的話 拿掉這三角短傳 至少他的盤球 他的傳球是能夠用的 防守的話就只有鏟球 他的斷球不行 簡單講他肯定是有缺點的 畢竟他也不是所謂的超限定球員 但我認為是 在場上他還是蠻有破壞力的 所以我會給建議擁有 球員數據計算說明 攻擊加10% 極限突破是假射都加1000 半40% 隊伍技能69% 以及高低空屬性優勢跟猜隊加成 依照官方宣布的數據計算 計算後的單位是萬 好 拿破仁在這邊 那我們就來看他的射門吧 因為這個強力的前鋒 顯然就是射門是很好的 那是不是真的那麼好 我們來看看數據 首先這個射門 有兩排數字要講解一下 就是說上面這一個呢 是510%的 所謂的 三色 紅白藍 那這個跟假太陽跟 皮埃爾合體的射門 威力是510% 那下面這次全新的 這次自帶的 個人的射門 485的威力 當然兩個算出來就會有一點點差距 你可以看到大概差1萬1 1萬2 也不小的差距了 好 面對接球 他是接球顆星有加版是10 那算出來你看25萬是全力狀態 沒有全力狀態22.1 基本上在22.1沒有全力狀態 大概就是能夠進這兩位 這個是紀洛琳 這個是薩利納斯技屬性的 那如果在全力狀態 那洛島金 會難得知跟艾斯帕達斯 恐怕都擋不下他的平地射門 但是如果他是用485 23.9 那就很難說了 因為你距離會衰退嘛 但對這個洛島金劍的話 就很接近 可能進球可能不進球 但這兩位我想 在進區內的話 贏1萬 大概都是能進球的 接著來看他 面對沒有屬性優勢的 速屬性跟隸屬性 你可以看到他是 23.9萬或22.7萬 全力狀態 第一位我們看到洛琳元山 這個數字已經高過 這個拿破倫 因為洛琳元山有屬性優勢 24.4 但第二階 這個23.3萬 就有點危險 但是如果是面對個人射門 我想第二階也沒有問題 可以接下來 當然到第三階 應該就是接不住 拿破倫的射門了 接著是卡留薩斯 24萬 其實跟23.9很接近 但是絕對是贏這個22.7 所以這個拿破倫面對速屬性的守門員 從這兩個來看的話 他可能逃不到什麼便宜 那如果是面對立屬性的穆勒呢 這個23.9萬的第一階 數字相同 所以也是有機率 接下 但也有機率被得分就是了 第二階之後 22.9萬 就很危險了 那後面這兩位呢 我們來看看是速屬性 一樣有屬性優勢 這個是要在領先狀態 然後23.2萬 平手狀態 22.7萬 以及落後狀態 20.9萬 那這個23.2萬 其實還有機會 接住個人的射門 就是拿破倫個人射門 但是合體的射門 恐怕就比較困難了 那最後是薩利納斯的 23.1萬 這兩個都是薩利納斯 但這個是比較早出的 這個是10月的月底限定 這個薩利納斯的接球23.1萬 要來接這個拿破倫的個人 我想是蠻接近可以接下來的 但有機會被得分就是了 但23.9萬我覺得就很危險了 那我們來看看 擊球的部分 這個拿破倫面對擊球 就沒有那10%的加成了 我們看到最高威力是23.6 那個人的話是22.5萬 面對這個技術性的 赫蘭德茲 他是有平射加成 可是最多也只能到21.6萬的擊球 顯然面對這兩個數字 恐怕他都是擋不住了 那拿破倫如果面對沒有屬性優勢的 速屬性跟力屬性 你可以看到第一個 身其有三 哇24萬的擊球 非常可怕 基本上拿破倫不管是合體 或者是個人射門 大概都沒有辦法進球 看到這裡就會發現 速屬性對拿破倫真的是蠻有壓制力的 那接著來看薩利納斯的擊球23.8萬 這個數字 仍然是可以應付 這個拿破倫的射門 接著這個替補上場的落倒金箭 22.8萬 也是贏這個22.5 然後這一位是 穆勒 他就是面對前鋒 22.4萬 這時候跟22.5就很接近了 但是他還是贏 拿破倫單人的21.4萬 然後是隸屬性的赫蘭德茲 22.4萬面對前鋒 這個21.4沒問題 22.5其實數字幾乎一樣 所以我想也都是有可能進或有可能不進球 那看到這裡呢 大概可以簡單得到一個結論就是 素屬性的守門員 目前為止在檯面上的 顯然要擋一下拿破倫 都沒有問題 但是技術性的呢 就非常危險 大致都是有可能被進球的 不管是落倒金 還是這個賀蘭德茲 還是這位賀蘭德茲 或者是艾斯帕達斯 洛琳 基本上都會被進球 如果是隸屬性的穆勒呢 第一階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那第二階面對個人 其實也是沒問題 我們看他與其他球員的比較 首先看射門 你看射門 24.9萬的 三塔納 其實他只輸一位 就是這一位 萊文25.2萬 你可以看到前鋒 萊文是第一 那他就是第二 然後是施奈德 然後是三塔納 然後就是這一次的 拿破崙了 看到他的數字 其實輸的不是很多 而且他全力狀態 就可以使出23.9萬的射門 然後是月中限定的車冷天 算是非常強了吧 那接著我們看他的盤球 這是萊文20.4萬 然後是維克多里諾 迪亞斯 然後接著就是拿破崙了 然後才是納德雷莎 19.5 你可以看到他排序都算滿前面的 還有射門跟盤球 接著我們來看 傳球跟三角短傳 傳球 這個萊文在這裡 然後贏這個技術性的布萊恩 這個是要預測得勝 所以如果猜錯的話 是沒有這個數字的 那這是史基尼的19.2 穩穩的就是在全力狀態就有 然後接著是拿破崙 18.5萬 以一個前鋒來講 18.5萬算是非常高了 然後是這一聯盟的佐野滿 18.3萬 那我們看看三角短傳 看到黃色 遊戲內第一 就是萊文23.1萬 那拿破崙呢 身為前鋒 其實他排序也很前面 20.3萬 算非常高了吧 他在全力狀態 其實還贏全力狀態的 史基尼 你可以看到 只有這個三角短傳而言 他是贏史基尼的 但史基尼有封印必殺技 這個拿破崙是沒有的 所以他還是得靠猜拳才行 接著是鏟球 那這位是隸屬性的史基尼 然後是布萊恩 然後是車人天 這個是月底限定潛能覺醒 然後是 哦 拿破崙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16.1萬的鏟球 不算高 所以他的 鏟球跟他的斷球是他的最弱項 那因為斷球的必殺技能只有355 目前啦 所以這個拿破崙的斷球 基本上就沒什麼用處 我就只比較鏟球 給你們一個參考的 這兩位 這個萊文是17.4 斯奈德是16.8 斯奈德只是小贏 拿破崙7000 那總結的來講好了 這個拿破崙他在使用上有幾點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你希望 他有三角短傳的話 你就一定要上皮愛爾或賈太郎 那跟賈太郎的三角短傳的必殺技威力是比較低的 上皮愛爾你就得好好選到底要上哪一個皮愛爾 那如果你今天只考慮他單人使用 就是不考慮三角短傳的時候 那他的使用上可能就有一點點缺失就是說 在遇到這個防守球員的時候 他只能選擇自己盤球或者把球傳出去 當然他的傳球數值不低 所以傳出去是可行的 但就是沒有辦法再靠自己三角短傳持球前進 再加上他的配角 我們講一下說 這個斯奈德 他有這個卡爾茲跟泰格波朗 那萊文呢 則是需要斯奈德跟蕭俊光 顯然這個拿破崙的這個搭檔 卡就稍微舊了一點 皮愛爾雖然有一些新的卡 但就看你有沒有抽就是了 那在接下來講就是他的防守可能沒有那麼好 不過他的其他各項 數值的其實都堪比 這個萊文跟斯奈德 也許沒有辦法像萊文這麼全面 但是他跟斯奈德比起來 其實有部分是贏他的 比如說三角短傳他就贏他 就看你要怎麼去應用這樣的球員了 以上是我對他的介紹 謝謝大家 拜拜